第十一届国会113席立委 全属完成报道 蓝绿白委员各自领取院长选票 要投票选出新的院长 国民党进出严格党继胜方跑票 代表国民党角逐院长的韩国瑜 也带头两票 其他来因立委纷纷跟进 每一票都会飘飘如贵 我们会谨守国会的尊严 以及身为国民党的党团的荣耀 选出最新代表坚强民意的 国会议长跟副议长 国民党是一个团结的政党 崭新的让全国国人了解 我们愿意反映强大的民意 来监督这个政府 照看新任董招傅坤齐 在现场四处走动 要认票开出来没问题 向着蓝营把选票展示给媒体拍摄 立委盖完要投票前 把选票摊开给监票员陈廷飞看 这都不用谈了 我们都技术党技了 难道我要被开除吗 这是一个大吃大非 那蓝白河好像是一句 更能成的政治工作上 黄珊珊只不过是 民意版的韩国瑜 从九二国士到 阳岸家亲 这很重要吧 在这个时候我们要踩人死 第一轮投票结果揭晓 韩国瑜没有意外拿下54票 尤其坤也取得51票 黄珊珊拿下7票 没有人过半必须进入第二轮投票 值得注意的是民众的有巴西 黄珊珊却只有7票 印发关注 民事新闻众部报道